初心 做着承担宴 初心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直以来 或者说与生俱来的期许 我要成为怎样的人 我期待怎样的世界 失望与绝望在世界面前都是常态 因为他人不由你改变 但一个人仍旧可以依照初心 努力做自己 我十八岁时读存在主义 驱离拐弯生吞活泼 学到的大概就是这一点 不论任何境遇 一个人永远可以选择 如今与自己的朋友彼此鼓励 要保持初心 世界上最难的事 差不多就是这一件了吧 在要强的人 似乎也总有一天会在碰得逃破血流后 悠悠地说一句 生活就是渐渐让你知道自己输了 太阳落山了 黑夜来时没有人陪伴你 夜里你没睡着 看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你不相信那些可怕的事情 竟然真的发生了 你的心碎了一地 但你不要怕 太阳又升起了 新的一天却还没有来 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 和昨天发生的一样 但你还是不要怕 你只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吧 那里应该还有一朵属于你的花 那朵花是对你这一世 努力保护自己初心的奖励 那里应该是对你这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